嗨大家,我是哲瑞教練 今天呢,也就是美麗達杯跟長榮半程麻松之後的一個平日的時間 那繼我上次去彰化學長阿根家住了兩天一夜之後 我實在有點愛上這個offroad的感覺 然後重點是我現在的腳其實處於蠻疲勞的狀態 因為剛比完一場115公里的公路賽 然後還隔天跑了一場半嘛 所以其實現在腳非常疲勞 今天就想說不然我們來轉換一下訓練 來騎一下在台北的這個offroad 那我們現在呢,是在丹鳳山的這個路線 待會我們會去林道當中稍微小小的試乘一下 但我也是第一次來,所以安全第一 我們會騎慢慢的,然後稍微認識一下路線 待會再跟大家講一下在台北騎offroad的感受吧 那我們就出發吧 我們要出發去騎這個丹鳳山林道 第一次自己來挑戰 其實有點小串串的 我會講解在這裡 看我應該是小串的 就就是說不想你 每個人 rotten 挑戰小路 Yeah 我們今天的體驗 發現這條難度有點太高了 我下次應該要找一個夥伴 帶著我有經驗騎進來 不然我其實有點不知道 他每個插入口 我應該要走哪一條路線 但其實他還是可以讓我 有點回味到 就是這個offroad的這個過程 然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說耳朵 為什麼一直帶著一個耳機 沒錯我今天就是來一個暴力實測 我在這個越野這麼崎嶇顛波的路線 一直上下非常大的震動的這種情況下 耳機竟然都是很穩定的 戴在耳朵上 那這款耳機呢 我要繼續實測 待會我下山的時候 我要用越野跑的方式 最後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我在騎offroad路線進來 跟我用越野跑出去的這兩種情況下 這個耳機對於你在運動中 到底適不適合 跟推薦給你們吧 那我們就下山 出發 到處了 誰太離譜了 再拍到 好 就如你們所看到的 我剛剛這段下坡其實速度跑得蠻快的 大概都在四分半左右 但它的耳機的服貼程度非常好 不知道有沒有眼尖的觀眾 發現我在騎腳踏車 就是Off-road這些路段的時候 跟出來跑越跑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沒錯,眼尖的觀眾應該有發現 我剛剛在騎Off-road路段的時候 其實是帶同一款Versa這個白色系列 那在騎Off-road的時候其實帶白色 在零到也非常鮮艷 那我跑越跑的時候其實是帶黑色這個系列 那這款Versa系列呢 其實它的顏色啊 不僅是做工很好看出來 其實它的白色超級純淨 而且我們剛剛很不容易讓它掉下來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它有這個 這叫鯊魚棋的設計 就是它在耳朵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把它戴好 戴錯邊 你在戴好之後啊 你可以把它塞進你的耳朵裡面 像這樣 那其實你在運動的當下 你在所有的很激烈 不管是震動或是越跑的時候 改變路徑 其實它都可以牢牢的 就是因為跟你耳朵有這個 鯊魚棋卡在裡面的這個設計 讓你在運動的當下 其實不太會容易掉落 而且我剛剛在騎進去 跑出來這兩段路線 非常 我覺得非常有難度啦 都沒有發現它有鬆脫或掉下來的情況 而且它也不會到那種非常不適的感受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講是非常好 那這款耳機啊 其實是台灣的公司哦 它是鷹霸升學科技所研發的 這個S-ROM這個品牌 那這款Versa的耳機呢 我覺得整體來講 非常適合你在一些 蠻激烈的路段 不管是運動啊 腳踏車跑步 在很激烈的情況下 其實它都可以設計得非常服貼 因此來講 我覺得都算還不錯 不管是它連動你的手錶 或是你的手機 其實都可以帶給你非常好 在訓練當中的一個 音效的體驗 重點是它有非常特色 就是它有IP67的防水等級 所以其實你配戴上啊 不管是在運動 非常流超級多汗 它都讓你可以不用擔心 會有進水的問題 所以就算我們剛騎完淋到很髒 等一下沖水一下就好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次我來體驗 這個在非常齊趣的路線 然後使用這款Versa耳機的體驗感受啦 如果你們真的非常有興趣啊 我也會把我的折扣碼放在下面哦 接受我的折扣碼 可以獲得一些優惠哦 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瑞 我們就下一集見囉 掰掰 再來一次 再次打拖水 可以看到你的 比較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